短跑新时代终于来临了 前有欧曼亚拉9秒81打破质疑 现有小布雷克绝杀塞维尔证明自己 亚买加新生代终于爆发了 昨日2023年亚买加吉布森接力赛正式开赛 其中男子60米项目一定是大家最关注的一场比赛 亚买加新生代领军人塞维尔日和大小布雷克以及休斯奇道场 为大家献上这场60米盛宴 那咱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本期视频吧 6秒414 阿基姆布雷克全程领先 最后快被超越时 提前压线千分位绝杀了塞维尔获得冠军 而原本第三名的尤罕布雷克最终也被休斯千分位绝杀 休斯获得第三名 说完了成绩 接下来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 大家都知道 本赛季开赛以来 让不少朋友都感到眼前一亮 太多太多的选手在60米这个项目完成了突破 连科尔曼都找回了状态 要知道这可是赛季初啊 如果说一个人表现出超强的实力 那么还有可能是意外 但是一大批选手都出现了突破 这就代表今年的竞技水平多半不会低 除此以外还有一点 那就是亚买加新生代的崛起 这一点我想大家已经期待了很久了吧 自从博尔特退役后 亚买加短跑不说一落千丈 至少也是半死不活的状态 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去年赛维尔和阿基姆布雷克的表现 让不少人对亚买加重新燃起了希望 大家都在期待着亚买加人再一次站上领奖台的时刻 包括小扒 因为按照目前的状态来看 确确实实有机会站上领奖台 虽然很有可能不是尤罕布雷克的功劳 是两位小将扶着布雷克站上领奖台 但是只要他们能站上领奖台就胜利了 你们说呢